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要介绍以下几种脸部的做法 首先从这个脸部开始 准备要开始啰 首先我们拿一个调好肤色的黏土 然后第一个步骤 出成椭圆形 上下压一下 左右压一下 中间也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公仔脸部的脸型 好 这样子好了之后呢 我们拿工具 在二分之一线的地方 按压一下 做敲敲反状 好 这样好了之后呢 产生了两条线 我们要把它 让它消失 如何消失呢 我们就把它推上去 把它往上推 推好之后呢 就做这个动作 好 把它调整一下 按压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上面的处理方法 好 换下面的处理方法 用手按压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 两条按压出来的线 给处理好 处理好的 第一个步骤的脸型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 眼睛的部分 好 我们拿工具 将眉骨 眼窝给推出来 好 推出来之后呢 我们什么 推鼻梁 把鼻头也给什么 顺便做出来 好 来调整 调整 调整 鼻子 然后呢 我们换工具 好 做出鼻头 好 修整 修整 修整鼻子 先修哦 好 这样子 把鼻梁给修 修正确 好 慢慢修哦 把鼻梁给修出来 还有鼻头的部分 好 一个按一个三角形 把鼻翼给按出来 好 把鼻头怎样 做出来 这是 鼻子的做法 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压什么 法令纹 这样 按压左右 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把什么 这三角的那个 黏土给推出来 第一个推脸颊 第二个 再推这一边的脸颊 好 好了之后呢 我们推什么 嘴巴的部分 这时候呢 你可以怎样 沾水 把它保湿 慢慢推 好 这就是我们推出 脸颊跟 嘴巴位置的 做法 再来呢 我们就要割嘴巴了 好 在割嘴巴之前 要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必须做 就是 剪 塞帮 我们用小剪刀 来把它剪掉 好 这样再把它整修一下 好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来做 嘴巴的部分 嘴巴是这样子的 这样 切开 好 抽嘴角 好 我们把上唇给做出来 好 因为我们要做 这种 拧嘴的部分 好 所以我们要处理 上唇跟下唇的部分 好 这样处理 上唇先做出来 上唇 好 上唇 好 上唇处理好之后呢 我们来处理下唇 好 因为是做 拧嘴的动作 所以呢 我们只要反倒 往里推 就可以了 往下唇 往上唇的上面 跟里面推 好 然后呢 我们做出整个 下巴的部分 把它做一个 压一个 一半 压一个 做出 我们来做 下嘴唇的部分 然后呢 将 这边 做一个 半点形的部分 好 这样这边的肉 就有点骨材 就很像 腰嘴唇的动作 这样子 把它弄好 好 那我们这边呢 把它收拾出来 下唇的部分 收拾出来 好 把这边筛帮 也给弄好 好 就这样 就这样 这样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什么 弄乳筋 就用这一支 细工棒 挖个半点形 在锅里面 好 然后呢 稍微用这一支 小小的 小一点的工具 把什么 下眼皮 给推上去 就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效果 部分 一两坨圆球 在这边 打湿 把圆球 放上去 做按压的动作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把它调整一下 好 换这边 一样 一个圆球 变成椭圆 然后放在这边 好 把它按压 好 这样子 我们的脸心 就完成了 一天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换成铝线 然后装上脖子 这样子等干燥干硬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什么 来画它的五官部分 然后呢 做头毛的部分 好 就是这一颗 拧嘴的做法 那我们是一个很 很Q版的风宅脸心 所以呢 我们尽量不要做鼻孔的部分 因为这样子就比较不可爱 做没有鼻孔的比较可爱 等到我们真的做到 民间公宅的时候 真人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鼻孔的位置 鼻孔的部分 无人感觉 我们下期再见 没有打算 优优独播剧umpul 准废